尝一口波斯派品味人生 让职人态度启发生活 那些常在背后影响着你我的故事 创新思维 动人经历 实用英文 都在波斯派 波斯派精彩开门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周末的波斯派 我是Patrick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主持 因为珊妮生病了 所以我们请她在家里好好休息 原本珊妮是想要透过 远端的方式一起主持 可是她的声音又有点沙哑 有咳嗽 我觉得还是休息好了 不过今天与我们在空中 我们也请到一位 在地高雄的美女房地产租屋经理人 我们之前其实都一直常常想要做 跟房地产相关主题的节目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 Rental Properties 租屋的市场 投资房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这个其实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个话题 因为在台湾在国外 其实常常都会有一个Debate 争论很久了 到底是要租房好呢 还是买房好 等一下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话题 再来聊聊 然后如果有人想要买投资房 是要注意什么 入手的投资房是什么样的 是比较好呢 如果是有店面要出租 需要注意什么 其实有零零种种的事情 其实我们蛮多问题的 可以请教我们今天的租屋经理人 那我们就迫不及待 邀请我们的来宾Jesse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e 嘿 我在高雄已经经营那个高雄租屋 有数十年了 你看起来好像上个礼拜才出生的 不好意思 数十年好像我已经五十几岁 数年了 数年了 不要随便透露年纪 对 是 租屋市场其实一直都很大 其实早期呢 大家都会觉得 台北的租屋市场是最大的 可是近几年 我一开始还没有进入租屋市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好像买房子的人 买房子本身 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容易 对 那现在又因现在的通货膨胀啊 有很多年轻人 其实对于他的梦想 可能就是想要拥有一个家 对 他们会觉得 哇 现在通货膨胀那么的可怕 那他们离他们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远了 所以他只能先从租屋开始 那也有很多人在还没有买房子之前 都会想要先透过他自己的租屋经验 去挑选他梦 他理想中的房子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住是必须的嘛 对 不管是买还是租 都是必须有地方住嘛 对 所以这个市场是永远存在的 对 那我们在分析这个市场之前 其实我对Jesse你踏入这行是蛮好奇的 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个rental agent 一个租屋的经理人呢 哦 这个嘛 因为其实我个人在出社会后 在选择工作上的话 我都希望我的工作可以带给我一些价值 对 在未来上的话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不容易被取代的 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 对 跟远见 对 因为我其实在挑选工作的时候 我之前在大学是做百货业的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 姐姐啊 他们可能在百货就 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 对 可是他们就是被关在那边 嗯 那他们的生活圈可能就是百货跟家庭 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有在思考过 呃 因为我个性本身就是很活泼 很喜欢 我们注意到了 对 我个性本身就是很活泼 很喜欢跟很多人聊天啊 因为也经过我之前的经验百货业 所以我 了解到 我很喜欢跟客人互动 跟那种成交的过程 对对对 那又有什么样的产业 可以让我 诶 我的努力可以跟我的收入成正比 这也是我的一个考量之一 那一开始我就想说 好 那我要朝业务方面走 那业务又分了很多种 对呀 你知道吗 我毕业后 我开始刷起那个104 业务很多都是 诶 房重 诶 卖车的 或是保险 这三大业务 应该是大家最常看见的吧 对 可是对我来说 诶 房地产这个块 好像是 对我来说最有挑战 然后又可以学到 诶 你对于房地产的未来趋势啊 因为大家都一定会有买房子的需求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都会必然会碰到的事情 而且越早知道 越早了解这个市场的话 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 很有帮助的 对 所以你希望能够吸收关于房地产的资讯 对 而且呢 你又喜欢挑战自己 因为在住屋 你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嘛 对 真的 所以这个江湖的这种 与人瞬间建立关系的这个手法 就要非常的高明 对不对 拉近关系的 对 如何好好讲话 让人家喜欢 对 我觉得做业务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让你的客户喜欢你 可是你有先天的优势啊 谢谢 就是你只要站出来笑就OK了 对 笑容很重要 是了 Million Dollar Smile 对 没错 原来是这样 你就踏入了这个Rental Market 嗯 那你的工作呢 到底是 具体是什么 就是 找 要找房源 对 然后呢 找到房源之后呢 要配对适合的房客到这个房源 对不对 像租屋 因为我主要做的话是租屋这一块 那我待会也会跟大家聊到投资房地产 嗯 对 应该 我已经安排了这个节目了 应该很多人都很想听 怎么投资房地产 或是 现在租屋市场的趋势 房客喜欢什么 房客不喜欢什么 对 我等一下都会问 对 没错 你放心 不会漏掉 你刚才的问题 我说那你的工作 就是你 你要找房源嘛 你需要有房子能够租出去嘛 对 然后呢 你要每一盒这些房子 对 跟适合的房客 像我的工作的话就是 我找到了这一个屋主 他需要委托我们来帮他找合适的租客 对 然后委托成功之后呢 我们要帮他 再出租出去嘛 对 在这个流程 其实我们都会帮屋主 来审核 这一个房客 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然后他有没有前科啊 有没有良民证啊 良民证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看屋主他们有没有需求 因为有时候良民证 要去办的话是 需要许件 对 我们其实看了很多客人 其实我们都可以 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去 你的直觉就准的 是不是 对 用一个眼神 OK 那你们有帮屋主做管理吗 有哦 我们就是专门就是在做代租代管业 OK 那你们代租呢 就是帮屋主找到适合的访客 然后确认他们会乖乖付钱 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后面的话就是管理 因为我们至少就是一年一约嘛 那在管理的过程中 我们包含了什么项目呢 对 像是我们帮你结清掉水电瓦斯 因为在出租之前 不归属于房客的 对 所以在那之前跟他们退租之后 都必须要做结清 这是很基本的 对 那中间缴租 那有些房东偏偏很怕就是那种 会拖欠租金的 对 那我们也有催租的服务啊 跟 就是你只要有代管 其实你基本上 那你在经手这么多的房客当中 欠缴房租的比例高不高啊 其实我们的合约写得非常的细 所以 我们看过我们合约的房客 他 不敢欠租吗 他其实 因为我们都会请他签名盖章 那我们都会写很多条例 非常的细 那他们有违约的话 我们就是扣款啊 或是真的达到第几天没有缴租 真的是太长时间的话 我们会后面写说 就要提早结束我们的租约 就会把房子收回来等等的问题 如果他不配合呢 不配合的话 那就是另有我们自己的处理方式 就打电话给一位叫阿龙的人吗 还没有拍到黑的部分 只不过因为只要看过我们合约 还有经过我们筛选过后 其实客户有拖欠的行为 其实会降低很多 那也会让那个屋主们会比较放心 因为一开始呢 就会透过你的会言 去做了一个筛选是不是 是 还有身份的认证 身份的认真 所以一开始呢 有这个filtering 已经有筛选一道了 然后呢 又跟他们确认他们理解 签约里面的这些条款 你必须要准时付钱 那如果真的都不配合 就是反正他就想欠租啦 摆烂啦 就不甩啦 然后钱都给你扣了 反正扣完了 那法规上是需要走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有办法把一个访客从房子赶走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先用规券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出租的是集合式住宅 那我们在我们的租约里面都会写说 房屋集合式住宅 它的规范可能有管委会啊 或是邻居 主要租房子这种集合式住宅 就是不要影响到你的邻居 还有乱丢垃圾 还有不要在里面做一些危险的 比如拿刀具啊 或是什么在那里挥等等的 对 就是它要符合那个大厦的规定 对 大厦规定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在条款上如果有违约 我们第一次可能会用警告 那第二或第三次的时候 就要不好意思 要请你搬离咯 那请你搬离咯 这个动作是你去做的吗 对 一开始都是用规券 所以规券也是你 对 就是如果你的房客不付钱啊 然后又拿刀在那边无来无去啊 也是你去吗 这个真的是太危险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是会派出我们的警官 公司还有另外一个部门处理这个 反正交给你们管理 就会处理这些啦 对 然后我们也有可能会有换密码锁 如果真的找不到人 我们最后可能会把他密码锁 就是改掉 那他可能自然 他进不了家 他可能就会来找到屋主这边了 OK我明白 但是这些都算是比较 几率比较低的 对 少数的对吧 少数的 就是不是一天大晚就在处理这些 没有那真的太累了 就是 不好意思 真的是要透过我们就是 一开始的筛选 真的可以筛选掉很多 降低你们往后的一些问题啊 对 问题的因素导致 对 当然在管理一个出租房 其实事情也是非常多的 很炸 那访客会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打给你 比如说灯不亮啦 有 然后微波炉坏掉啊 吸尘器没法吸啦 然后隔壁的人很吵啊 就是很多的小事 那个雨 雨水的声音滴得太大声啊 我告诉你 我有同事啊 他有接到一个房客说 屋内蟑螂很多 或是蚊子太多 然后他就拼命的打给我同事 对啊 就是事情蛮多 所以我一开始问你说 你真的是想要挑战自己 对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会选择房仲是卖房嘛 就几乎是成交之后 就结束了 义务是结束了 对 OK 那你们是在管理嘛 对 所以房客在租的这个期间呢 你的义务是必须一直执行的 那这些零零散散的这些小事呢 打给你 那你们就派人去处理嘛 比如说电灯不亮啦 基本上 像电器类维修啊 等等的话 我们有配合的水电师傅 对 工班啊 就是他打给你 然后你打给师傅 对对对 然后再把那个房客电话给师傅 其实我们做这一行 就是练习当房东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因为就是真的很多事情 对对 那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公司 每个人自己都是投资客啦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帮一些屋主在筛选啊 或是购买东西 我们都会以投资客的角度 去分析 现在市场的趋势跟 现在客人喜欢什么 跟 要如何帮你降低成本 减少一些问题的产生 对对 OK 所以在买的时候呢 就尽量买那些不容易坏的 就是不会有太多东西是 会之后造成问题的 其实我们做这一行很有趣哦 我们看了很多失败品 就是我们 看了很多 可以分享几个吗 对 就千万不要碰以下这些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一行 就会看很多 第一次首次当屋主的那些房东们 他们会做一些失败品 好 例如这样呢 对 像是他们可能会买一些 掏叉的那个家具 对 那他就是买回来 运回来之后 需要自己组装 对 可是那个材料真的是 我有一个屋主 他就是订了一组书桌 照片看起来很漂亮 很坚固的样子 可是他寄过来 你知道高低不平衡 然后放在桌上 放在地板上的时候 他是会摇晃的那种 OK 是因为在租刃的合约上面 是写有含家具的 所以之后如果家具自然 非自然损坏 是自然损坏吗 还是 如果是非人为损坏的 对 屋主就需要去买新的 对 赔给房客是不是 对对对 或是 对 基本上的话 如果有家具 家具其实很少 是有非自然损坏啦 那因为 有些真的是太 那个本来那些材料 品质太烂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帮你们跟 如果房客有反应的话 我们都会跟房东建议说 以我们经验会建议买什么样的材质 或是什么样的类型 帮你做一个规划 因为像我们公司也会有一些投资客 他们是第一次当投资客 不是很了解 家具该怎么买 因为像有些 可能配色上就是 哇 一个很跳通 那边是黑色 那是美感的部分 对 美感的部分 对 像软件什么的 我们都会建议给现在的屋主 对对对 因为像之前我住在国外嘛 那买这个出租房里面的设备呢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国外 很多的法规呢 都非常的保护房客 所以房客呢 跟屋主同时间去法院的话 大部分都是房客营 所以呢 我们之前的出租房呢 即使要给房客一个脚踏垫 都不能先把他那个脚踏垫 铺在地上哦 因为万一他不小心踩了 滑倒 头撞到 他就告我们嘛 我们都在赔钱 所以呢 我们要跟他讲说 我放在这里的是个脚踏垫 你自己把它拿去浴室外面放 这像台湾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吗 就是比如说买了插宝的椅子 然后房客坐上去 然后断掉 跌倒了 然后受伤了 那可以告屋主吗 这个在台湾好像就比较少见 对 因为像自己跌倒的话 这个通常不太会怪到屋主那边啦 对对对 他可能会说 责备那个屋主说 这个产品的品质也太烂了吧 告插宝 那不像美国 对不对 是去麦当劳 喝那个玉米浓糖 烫到了就可以告麦当劳 对 还告瘾喔 那个在法律上的话 好像是真的可行的 所以台湾还好一点 其实大家是有一点common sense 因为像是在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自己是投资客嘛 那我们就会以那个房东的立场 去写这份合约 因为我们在写合约的话 我们都写得很细之外呢 因为我们靠之前的经验 可能遇到太多心心色色的客人 然后种种的原因导致屋内变得如此的凄惨 对 那我们会把一些特殊的条款写上去 比如说是房制杀啊 或是宠物条款 OK 或是有脏乱 退租脏乱这些条款 清洁上问题的 我们都会一一的写上去 对 所以对于现在的租客 他们在看我们的合约的时候 就也是相当的比较谨慎 也会比较保护我们的房子 OK 那你们会有遇到一些争议吗 哦 争议吗 对啊 比如说你跟房客说 你这里也很 你搬走了很脏啊 要扣钱啊 可是他觉得说很干净啊 我已经清 我已经清洁过了 那怎么 怎么处理这样 哇 这个讲到重点了 其实有很多屋主啊 他们就出租之后 就是之前就是有遇过这种 很如此脏乱的客人 他们就很害怕在出租出去 遇到这样的人 对 那我们公司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全程露营 全市露营 OK 就没得讲了 对 因为在出租 墙壁呢 原本租给你是没有这个 黑色的东西的 可是搬走之后有 那就赖不掉 对 因为在我们出租的 那个签约当下 我们会录一个 全市的录影 然后存在 我跟房客的 记事本里面 那我们就是 以这一个影片 作为退租的依据 这个就赖不掉 对 OK 真的是聪明 所以有时候呢 带房客去做 退房的手续 是要 蛮久了 对不对 对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几张照片跟影片 对 那如果是原本就有瑕疵的东西 我们也会拍照起来 就是不会 让屋主知道 对 也不会让房客说 就是好像是他们造成的 因为说 这个就是原本的损坏 不是你们的损坏责任 对 OK 哇 感谢你的分享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来听几首歌曲 我们等一下呢 想要来聊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 我们讲到投资嘛 那我知道大家有分两派 一派就是说 租房就好啦 对不对 有自由嘛 要走就走嘛 那另一派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买房 那两者其实都有 他们的论点 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 Jesse怎么认为 我们又回来了 好我们现在要来聊一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也蛮多YouTuber呢 在他们的频道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呢 我们现在在台湾到底是租房比较好呢 还是去买房比较好 如果你需要一个地方住 租也解决嘛 买也解决嘛 那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呢 当然是没有一个答案 可以解决所有人状况嘛 可是我这里找到一个报导呢 是美国在几年前 他们的劳动局做的一个统计 然后呢 这个报导就叫做 Renting vs Buying 就是买跟租 这两边呢 各有各的好 我们从这个里面的角度呢 我们再跟Jesse讨论一下 就是租房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最厉害的好处就是 Flexibility 非常有弹性 就是可能前一年就住一年嘛 美国认为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OK 随时要走 几乎是随时的 然后呢 如果你的家里的成员增加了 你也可以随时换大景点的 因为你没有被绑住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觉得租房好 是因为买房的 主要投资的蛮高的 OK 那他们会选择呢 投资在别的东西 甚至回报比较高的股票上面 那美国的过去几年呢 从1928年到2013 每一年的房子的成长 平均3.7% 可能就差不多跟通膨一样 每一年涨3.7 那可是呢 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呢 平均是9.5% 同一个时段 是9.5% 所以确实你把这个钱 对不对 投在房子 跟投在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有9.5%的成长 那当然买房有 它的好处是 因为你可以 Leverage更多嘛 你杠杆更多 因为可以跟你党拿钱 那另外一个是 居然呢 很多美国人选择要 租房是 他觉得他不需要去负责 这个家里的 Maintenance and Repair 就是家里的维修 他不用去处理 他觉得哇 这个太好了 家里的什么东西坏掉了 漏水啦 然后那个水龙头坏掉 全部都是屋主要处理的 他觉得 这个是一个 那个极大 为什么他想要租房的原因 那关于买房呢 又买房的另一派说法 大家是觉得说 房地产的增值呢 其实是高过于inflation 高过于通膨 OK 那是不是在台湾 也是这样的状况 等一下我们请教Jesse 然后呢 很多人买房呢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Sense of Family Stability 一个稳定性的感觉 然后但是这个稳定性 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感受 那在美国通常买房呢 他们会跟银行签一个 Fixed Term的Rate 就是他们的interest 他们的利息呢 是会定 比如说一年三年五年 所以他可以 完完全全预算 知道说我这五年 我是付多少利息 那因为台湾 大家我觉得好像 是大家是比较偏 走浮动嘛 就是比如买的时候 是1.3 然后反正 那个银行涨了 就涨了一码 而变1.5多这样子 那不过还是比 国外的利息便宜蛮多的 那另外 大家觉得要买房呢 很多是emotional benefits 也是感觉上 情感上的好处 比如说呢 在美国有79%的人 believe buying a home change them for the better 他们会觉得说 79%的人觉得 我买了房 然后我变得更好 然后呢 有80%的homeowner say they would not go back to renting 80%的人 买了房之后 都不会再回去租房 然后呢 有88%的人 觉得说 他们买房 是他们做过 最好的决定 OK好 那这个是 美国的一个survey嘛 这个survey呢 局部是 Bank of America 做的 那有这样子的 一个角度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台湾好了 就是呢 刚才所讲的 租房 或者是买房 双方都有各个优势 那您怎么看呢 哈喽 我是Jesse 我又回来了 欢迎回来 对 那我就来一个 不专业分享好了 你们就是专业的啦 我个人在房产业 就是听到了 很多零零种种的房客 跟我反映的一些回馈啊 跟是 或是屋主 对 那我先来说 我听到房客他们说 租房子好的原因 是什么呢 对啊 那租房子 我常常都会听到 他不会被锁定在某一个城市 有可能他们都是自由 自由业者 对 他们可能就是常常去 接case的啊 或是他们是业务 需要各个定点都要跑 比如说我明天就要去法国巴黎 那就法国巴黎吧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 他们不用被地区所限制 他一定要在哪里定居 对 那另外一个说法 我就是觉得 他说的好像也有一点道理 他觉得他每年都喜欢住新房子 他喜欢新房子的味道 然后还有不用额外付费的装潢 哦 就是别人帮你装潢好了 对 他觉得他可以体验不同屋主所设计的装潢 对 然后去挑选 他今年想要租什么样的房型 那他明年的话 他可以挑一个海洋风啊 或是北欧风啊 日系的啊 对 如果是自己买的 不可能今年北欧 明年就打掉重盖日系了 对 真的 对 那另外的话 他也觉得 哇 这样他可能不用先付出庞大的头期款 对 大家可能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卡在头期款 对 他会觉得他不用先把他可能好几年存下来的那笔头期款 直接丢到他的房子里面 那他可以额外的多出他的其他的金额 可以去做一些投资啊 或是做一些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玩 对 或是体验生活啊 去体验生活 对 去旅游啊 对 他就是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对他来说比较有趣 也比较不会有压力 对 那另外一派 就像我们这种投资客或是屋主 他们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对啊 对 那像我们的话 我们会觉得 像投资这一块好了 很多人第一印象就说 那我们就来投资股票好了 但投资股票是文赚不赔的吗 好像又不是 没有一种投资是文赚不赔的 对 可是在我经历就是 我进来房产业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房地产好像是零零种种中 最稳赚不赔的事情 就是买对了好了 买对的房地产的这个胜算是最大的 对 他只会涨 他真的很少会跌的 你有听过房地产跌的吗 这个又有不同的见解跟说法吗 对 其实买房子 你就是要看 要挑的就是区域 就是所谓的地段跟生活机能 工作机会 对 其实如果你要投资房地产的话 这几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像买房子 你想要投资 那你最应该想到 那你要出租给什么样的人 对啊 那就是地段嘛 还有你生活周遭的那个 机能 对 生活机能是很重要的之外 还有工作机会 对 像现在新闻报很大的高雄男子 是不是台积电要下来了 大家的标题都是那种 哇 科技新贵 要下来了 哇 整个 我觉得男子已经飙涨了快两倍的价格 因为在其实疫情之前 一两年前 他可能在男子 你买一瓶可能十几万 可是现在你知道吗 代销中心他们那边都已经喊到三十几了 哇 对 其实 所以在房地产 哇 我就是在房地产业 可能一开始只是待了一两年 我就觉得 好像就是有 看得到那个房价一直在区 区涨区涨的那种环境 对 那可是我在 看了这近几年 我就觉得 哇 不得了 真的是 如果你有钱的话 真的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房产趋势 对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 你可能买一间房子 你可以刚好靠着那一阵子的房市 你可能就 买卖 如果以投资买卖来说 你或许 选对了地点 然后你不只赚的是租金 你要看说 比如说你今年买的一个地方 它是五百万好了 可是它因为通货膨胀啊 整个大环境的增值 说不定你翻倍的是 你多赚了一百两百 你有想过这一百两百 是一般平民百姓 他们要花多少时间存到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投资房 好像我被你说服了 OK我们就来聊投资房好了 是不是很诱人 那因为我们很难去讲说 就是买了哪里 一定是增值多少倍 那我们是走很保守的路线好了 就来讲租金的部分好了 假设呢 我们现在买了一个房子 对不对 那先不去管说 之后我要再转手啊 赚多少钱啊 因为这个未来的事很难去讲嘛 可是呢 有一个事情是可以确定 就是它现在能够 能不能够出租 然后租金多少 对不对 那这样就可以至少算出说 我们持有它的时候呢 它的回报是多少 那像你们在看 如果现在在高雄 买投资房 你们都会抓多少%的回报 你觉得是合理的 多少%的回报 因为你买之前一定会算嘛 对 对你可能投资某某透天 然后把它隔成十几间房 然后十几间房全部都分租 楼下又有一个店面在另外租 那它的可能回报是很高的 那如果呢你可以选择买大楼好了 全新的大楼 OK 一瓶已经三十万了 OK 你买一个四五十瓶 那可能租两万至三万 那它回报呢 相对就比较低嘛 对 那你怎么看 如果是一个想要在 想要踏入投资房 当房东的人呢 他们应该是怎么去注意这些 其实像我个人好了 我的第一间投资的房子 我怎么筛选这个房子的 用你自己当举例是不是 我会先了解这个市场的行情 对 可是我在挑选的是 投资的而非自助 我挑选投资的 通常我都会很努力的去找出 低于市场行情的 就是你的取得的价钱 低于市场行情 就比如说 现在这个区段 可能它是一瓶二十六万 那可是我刚好找到一瓶二十二万 就是低于市场行情的 那是取得费用就比较低了 那在房租上面呢 你会要求它 比如说要达到 四%五%一年的回报 还是你觉得 它只要比银行的利息高就OK了 我通常要怎么去想 我这一间房子要怎么出租呢 因为我就会来换算一下 我这一间房子 我是要贷款几年 那每个月的还款是多少 对 那如果以之前过往的一些经验来说好了 可能我一个月贷款 可能是一万八好了 那一万八的话 那我租金大概 因为像是大楼的话 它会有含管理费嘛 对 你要帮房客付管理费 那我们管理费通常都会内涵在里面 为什么呢 我先题外话 讲一下管理费为什么要内涵 因为像很多 房东也很担心 房客会漏脚管理费 所以就稍微把房租弄高一点 然后就含了这样子 含管理费 对 他会含进去 就是也不用担心 房客会忘记吃脚 对 那在这个租金行情 要怎么去定位的时候 其实这个很多原因 像是已站在租客的立场好了 他要怎么衡量你这个租金 他觉得合理 第一 你的区域地段 那你屋内的 你有没有装潢啊 或是你的软件 你的设备是用什么 对 还有整体感 这个其实他们都会考量在里面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又另外规划到 你想要筛选怎么样的客人 那你的收租 你想要以什么价位来定位 就是说你也可以 把里面的设备 稍微升级一点 可是呢 你的回报就变高了 对 比如说你的冷气好一点 然后又含电视 对 等等 然后就是整体的色系呢 看起来是和谐的 对 视觉上是舒服的 对 有可能可以再优化房租了 没错 那你有没有有个原则 比如说你买这个房 你每个月的支出付给营兰 比如说是一万八 那你需要去抓 就是这个房租呢 是必须超过一万八的 这个有时候 就要看屋主自己的衡量 像如果一万八的话 有可能一开始 我们会去试市场水温 我可不可以住到两万块 对 那我们就会先去试 这个市场水温 可能一两个礼拜 我们会看一下我们的电话率 来电率 跟客户来看率的那个反应 对 来做调整 因为不要说市场一定是活的嘛 对 对 那在这个期间 我们有时候房东 他反而会想要挑选好的房客 那有些房客 他就会希望 可不可以跟屋主讨论一下 租金可不可以再做个优惠 或是什么的 这个其实就回归到屋主这边 他有时候会为了挑选好的房客 可能会释出一些优惠 对 那以现在的高雄市场行情好了 因为现在房价越来越贵 对啊 我其实就是要问这个 现在的租市场 对 譬如说好了 就是你刚才讲的 男子那边好了 一瓶卖三十万了 对不对 好 那男子如果呢 那时候盖好了 那五十瓶的 已经是多少了 哇 一千五百 他在家车位就一千七嘛 对不对 好 那可以租多少 哇 这种一千多万 因为像投资客的话 如果是以大楼来讲 他们很少会买到一千多万的 因为通常 因为回报不够高了 因为投资客都是先看回报 对 所以我刚才就是要问 那个是不是要倒着算 就是呢 要买之前呢 要先抓我要多少回报 那有可能呢 符合这个回报的 就不是高级的大楼了 对 或是 你可能会想要选 比较高级一点的大楼 那里面的内装要 必须要怎么去用 那你或许可以 行情到三万多 也有可能哦 那如果是在租屋市场里面 一个房子 每个月已经是 三万多或三万以上了 对 好租吗 其实 房客有很多种 那他有些房客 他可能看到三万多 那就直接自己买房子 等于帮服务组缴带了呢 对啊 对 那像三万多 我们遇到的客群啊 其实在两万块以上 很多的客群都是 自己做生意的 老板啊 或是自由业 自己接case 那种收入比较高的 对 那如果算是一般 一般民众的话 他们可能会 考量他们自己的收入 来衡量 租金 他们应该要预算抓在哪里以内 对 这个的话其实 我做这一行啊 其实就可以大概 知道 这一个房型 可能会遇到的客人 会是哪一类的 那现在比较容易 租出去的 这个价位 差不多是在哪里 你觉得是最优的 像是空房率最最最低的 像新房子 大家最喜欢租的 就是新房子 其实两万块以内的 OK 所以投资客的 第一个房 最好是买 不要太大 租金两万块以内的 然后呢 买那种摆平的 就有点困难嘛 对 OK 所以不用太大 可能你推荐二三十平 可是呢 租在一万多 是很容易租出去的 是 可是很多 如果了解现在市场行情的 其实你现在买房子 房贷 每个月一万多的 很难 因为现在房价越来越贵 对 像是 你可能知道现在行情 可能一万 两万块以内的 最好出租掉 可是 你每个月还款 或许是两万二 两万三 OK 所以你会遇到的 就是 很多投资客 他买的 是不是正转的 就是正转的意思就是说 他每一个月 不用再从口袋拿出钱 甚至呢 房客付的钱 还扣完银行 还有多出来的 对 就是所谓的正转 对对对 你现在意思是 投资客现在可以接受 买一个房 我每个月要付给银行 比如说 利息好了 好 然后跟其他的税金 管理费支出 比如说两万多 可是呢 租给一个房客 一万多 他每个月可能要倒贴五千 是OK的 这样就有两派的 我现在目前遇到屋主有两派 像有一派是 他每个月还款可能两万五 那他这边 他一定最低最低 就只能接受两万五出租 就打拼 对打拼 所以他就是等于 也不去管 反正那个 房客付的这个 两万五里面 对不对 很大部分 已经替他还了本金了 对对 所以他也还 就算是他每个月 还要多贴几千块 反正都付去本金嘛 就当成存钱 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 像买房 很多投资客 他都会觉得是一个 存钱的概念 那我要说的是 另外一派 像我个人好了 我自己的见解是 或许我这一间房子 我的房贷 每个月是缴两万二 可是我买的那一个房子 可能他是七年屋 他的行情可能 大概那一栋 都大概落在 一万八左右好了 可是我每个月还款 两万多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在看这件事情 不要太执着于 我好像每个月 要多付出四千块 就当成是存钱 对 其实你有时候 你可以当作是存钱 因为你往往不知道 你买地域行情的时候 你未来涨幅上去 多的是额外赚的 就是他增值的是额外的 对对对对 OK 所以至少那个房客 帮你负担的利息 绝对是超过利息的 对 然后又帮你负担了 一大部分的本金了 对 那你自己是在 多贴一些本金 即使就是说 这个理念就是 假设房地产不跌 对 那就是存钱 对 如果增值呢 就是bonus赚到这样子 对 就是一个概念 然后或许 你那边 可能那一栋最高 目前都只租到一万八 可是你就是想要用到两万二 那我们又可以建议你说 那你里面的屋内的装饰啊 或是一些软件跟设备 你要怎么去更换 视觉 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如何把你的租金价拉高 OK 那有什么室内的设备 你觉得是你买了就可以提高回报呢 这个点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租屋市场 很多年轻人 所以要买那个PS5吗 没有 其实我遇到很多租屋的都是年轻人 对 那其实以现在的租屋市场 大家最喜欢风格是什么 北欧风 其实你 就是IKEA买家具就对了 对 可是你就是也是要挑一下材质的部分 OK 干净利落 对 几乎是极简 简单 色快 对 色快 像色彩学这个 如果你要做投资课的话 也是蛮重要的一点 对 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屋主啊 他买了一个大红色的沙发 他就 那个房子他就租了三个月 还没租出去 OK 然后那个前面是一个石木雕刻的桌子吗 对 有我有遇到那种比较old school的那种 OK 所以就是没有说那个不好看 就是不符合年轻人 那现在如果是要买投资房 你可能你的目标族群是年轻人 所以就是要把那个 空间布置成年轻人喜欢的样子 嗯 其实不管年轻人或是中年人好 他们其实最主要就是干净 你只要看起来干净 然后我觉得不要有那种太独特的东西 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 太独特的东西 譬如说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屋主 他是国外回来 他都很喜欢那种很花的爆纹啊 或是一些很花 就是不是每个人有办法驾驭那样的空间 像那种独特性就比较不适合 你想要放在租屋市场 是那种广泛费接受的 OK反正就是北欧干净 墙壁涂白色 对或是一些蓝色灰色调 其实现在是非常流行的 OK 好所以就是透过视觉的提升 对 可以增加回报 那现在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如果买投资房 有什么是很困难租掉的 千千万万要避免的 哇 像我另外 特定的失败的 我之前就是有遇到屋主是一个阿嬷 他买了一个新房子 本来要给他的子子住的 可是他子子就是又被调去别的外县市工作 他就想说啊空着 好先出租好了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场想说要去拍照的时候傻眼 全新的房子 他里面放了五十年的那种木椅 跟那个衣柜 然后旁边都已经有那些摩擦碎屑 那种很旧的 可是如果是那种Vintage 那种古典型的 好像也是还可以啊 可是其实以视觉上 配不起来吗 因为新房子 我们都会建议屋主还是要买新的东西 不然有很多房客会说 他明明来租的是一个新房子 可是他好像看到的家具跟软件是 有人用过的 或是很旧的 就是那个感觉不好 那这个是软件本身 那在房地产的本身呢 有什么是致命商 致命商 就是说没有窗户 还是说路冲 或者是 对路冲也有 那个在几楼是不受欢迎的 大家一定会避免的 或者很吵的 就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房地产 大家应该是避免 所以你觉得很难租的 我觉得 再便宜都不想租 对 这个其实又有两派的说法 有的人不喜欢选二楼 因为二楼会有那个 管线间 超大 对 管线间又是一个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超大的露台 他们会觉得 可能会有小飞下 或是空中飞人 掉下来之类的 或者是楼上的人丢烟蒂 对 因为其实有些二楼露台 是比较大的 对 那另外的话 也有那种 其实现在的房客 非常喜欢看彩光 所以光线要充足 采光通风 这个其实对于访客 跟一个人居住在家里的 那个舒适度 有很大的关系 对 像现在有很多新房子 它可能有一间厕所 没有通风 或是 它客厅没有采光 对 这个其实多多少少 其实租客见仁见智啊 有些人会很care 但投资者来说的话 以获利跟那个 回报为住嘛 对 那其实你房子只要干净啊 然后你里面的东西 都有齐全 都是可以租的出去的 反正就是跟我们 挑选自己住的一样 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 对 不要在萌阿波旁边就好了啦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 租房有好几种嘛 你可以买一个建筑物 然后分成很多间 分开租 那也可以整层出租 比如说大楼嘛 对 那通常呢 分越多间 当然是回报越高啊 对 可是呢 这两者的衡量 你觉得要抓在什么样的平衡 嗯 或者是说 分开租 会不会特别的麻烦 遇到的人的 这个处理 其实会比较杂 像我个人 我也有出租过学生套房 嗯 像那种透天 隔套的 对 像那种 其实有时候分租套房 这样出租出去 总回收回来 其实会高于那个 我们一般出租大楼的 那种一层一户 对啊 对对对 因为比如说一个透天 你随便隔 也隔出八间嘛 对 然后 那投包率其实蛮高的 那现在 嗯 好 比如说在有个学区好了 那在学校的附近的 套房好了 现在的价位差不多 学校我 如果以市区 三名区来说好了 对 举例嘛 对 那现在 其实学生里面的话 便宜的话 现在五六千 可是我们现在 有看到现在的趋势 有的也有租到一万块的哦 一万块 所以租给学生 跟学生收一万块 哇 这样也有吗 也是有 那里面有什么设备啊 其实一万块的 很多都是有附沙发 就是有让人家 你除了窗 那买沙发很简单啊 对 其实你只要用的窝心 你多加一个沙发 电视 然后还有一个地毯 其实他就会觉得 哇 他有他自己的小空间 就好像有家的感觉哦 那需要有厨房吗 如果有厨房是最佳粉的 哦 OK 但是不需要 如果说要租小套粉 给学生好了 嗯 就是当然 全套家具 有沙发最好 非常的干净 对 那你觉得租金可以 差不多到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的话 你就要多点装饰 哦 OK 那个视觉感 哦 其实是可以起来的 那最保险的价位 应该就是在 五千至 学生的话 他们大概接受范围是 五千到七千五左右 哦 对 那如果一个透天里面 有八间房 每一间都租七千五 那回报也是 还算不错了 对 那刚刚Patrick 也有提到说 哎 管理上面嘛 对 对 像我之前学生套房 因为我个人也是做 带住带管嘛 嗯 那我们也有涵盖到 管理的层面 那其实我最爱的就是 哎 你一组学生来 你整个包 包洞 哦 所以呢 这个学生里面 他们自己选出了一个leader 然后他负责 帮你处理这些房间吗 哦 没有没有 其实在 如果 比如说你里面五间房间好了 对 那刚好 我就po上网说 哎 我是整层出租 或是整栋出租 然后就是五个认识的朋友 对 自己来租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你在管理上的话 其实他们互相有认识 嗯 你在管理上 你问题会比较少 哦 那共用空间呢 谁做清洁 哦 清洁 就是他们整层出租的话 就是整层他们就是 清洁的话 就是都在他们范围里 哦 OK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呢 也是付那个房间的价钱 对对 然后呢 因为你让他们认为是整层 是他们负责的 所以他们就负责 去清理公共的空间 对对对 或是另外一派的那个屋主 他会可能自己去请 哦 或是定期请阿姨 去打扫公区的部分 哦 对对对 那如果你是一整层啊 他都是 可能是一组学生 都是共同认识的 那你其实你的对接 可能就固定到那一个 嗯 或是那两个 主要的 哦 OK 对 因为如果开始租给学生 比如说 呃 在女校旁边 是不是就整栋就是女生了 对对对 你可以分两种 如果你是要单间单间出租的 可以 可是如果发现 如果刚好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 很像 很多 就是每一间的问题会有不同声音 对 可是如果你整层都是认识的 他可能会集合他们的问题 一起 一致来问你 哦 OK 他们会先整合 对对对 不会每一个人想到就发个line给你 对对对 哦 OK 所以管理起来还算还蛮容易的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只是我会建议说投资客 其实你们要看一些 呃 公寓 买起来来出租的话 其实你们要很小心 因为现在很多老公寓 漏水问题很严重 嗯 因为我之前有遇到那种老公寓 处理起来真的是头很痛 哦 所以有有房客住进去了 然后开始漏水了 对 而且漏水可能上下沉 然后有些漏水是很困难修的 因为就抓不到 对 抓漏 那你要怎么跟他说呢 其实我们人类的身体 有70%都是水 不要怕 不行啊 那种如果 我真的建议那个一定要处理 哦 然后也会建议说 哎 投资客你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先检查清楚漏水这个问题 有没有解决了 或是还有没有保固 因为漏水真的是会让你头很大 好 那假设呢 我们去一个旧的公寓好了 买了一个单位 比如说三房一厅 然后他没有漏水 然后里面也把它装得非常的北欧 墙壁都是白的 家具配得很漂亮 那在市区 高雄的市区 现在的行情是多少了 差不多 差不多 三房 它是公寓吗 对 公寓 老的公寓 老公寓 大概几年的呢 好 假设25年好了 25年 可是里面是全部都装修过了 对 因为这样子的物件 买起来很便宜嘛 对 比如说他是在三楼 没有电梯 公寓出租哦 三房的 可能我自己会觉得 大概落在一万八 三房是一万八 顶标 因为其实有一个抗性啊 因为你公寓没有垃圾车 要追垃圾车之外呢 没有收发信件 他们有时候在挑选房子的时候 你这边没有电梯 我明白 但那同样的公寓呢 三个房间 那你三个房间都分租给 三个学生 一间租差不多七八千 可是你那个是套房还是亚房 哦 你在讲的那个 七八千的是要套房 是不是 对 因为如果你提到的是一层 它原本是三房两厅的 然后你拆开来出租的话 其实这个有很大的问题是 公区谁要负责清洁 又变成这样的问题 对 OK 所以呢 因为我现在看很多的老旧的公寓 它里面虽然要整修了 可是呢 卖得很便宜 那我在想说 这样子的东西 你把它整修好 让房客走进去 好像是IKEA的样品 对 那价位也提不高吗 嗯 因为大家其实还是会考量到 那他如果你价位定的比较高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去住新的大楼 明白了 好 那如果是新的大楼 它是小一点好了 那个两房一厅 因为这个也是蛮容易入手的嘛 对 新的大楼 两房一厅 里面也是弄得很漂亮 没有漏水 当然了 对 那两房一厅的现在的价位呢 两房一厅在市区 其实我们家有创新高 最高最高 我们有租出去 两万七的也有哦 OK好 那所以听起来确实就是要买新的大楼 但是不要太大 对 因为是新 所以其实你接洽过这么多的房客 他们就是给你一个最准确的资讯嘛 对 这个数据是最准确的 然后大家不喜欢旧房 大家喜欢新的 然后不是很大 可是走进去舒舒服服的 对 可以租到两万多 那这个回报很明显比较高 真的真的 就是看你里面的内装 给人家的感觉 对 OK 好 那非常感谢Jesse到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了 其实今天问了很多问题是 是我自己想要问的 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 那如果呢 想要有更进一步的 更深入 对 了解租市场 Jesse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出一本杂志 对 我们公司有出一本那个房产的 2022的大趋势 如果有想要索取 或是你现在还不知道 你现在手上可能有房子 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出租 或是怎么管理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脸书搜寻找我 或是你要加我的line也可以 如果脸书搜寻的话 我的本名就两个字 我姓王 三横一束王 女字旁的杰 那如果是加line的话 你可以加我的号码是 0908188374 如果你有加进来之后 你想要索取我们最新的那个房产资讯的话 你都可以私讯我 然后跟我做索取 那我也可以帮你发 就是帮你们准备一下我们的最新时事的杂志 帮你发送出去 而且是免费的 哇 这么好 而且大家都可以来 欢迎来询问一下 有关高雄房市的趋势啊 跟不懂得要怎么去经营自己的房子的 都可以来询问我 今天很开心就是被摇手来节目来讨论一下 我们最近的房市趋势 对 大家 也回来我们很多的问题 对 真的 哇 谢谢Jesse 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呢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天空与我们相见 然后也请在下周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谢谢